明年起基本工资调涨 有网友就发现 如果选择时薪的工作性质 每天工作8小时 每月排20天的班 一个月算下来 是可以领到3万块钱以上的薪水 这比这个领正值 就是选正值呢 领最低工资月薪 28,590元的人还要来得高 但是人力银行的专家也要提醒 长期兼差打工 可能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 带来座面影响 收到信件依妥善送达 打工族从明年起 最低工资调涨后 其中时薪来到190元 有网友发现 如果每天工18小时 每月排20天的班 一个月下来 就可领到3万400元 这比选择正值 领最低工资月薪 28,000多元的人还要高 我可能还是会选时薪 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的话 可能或许有更多的收入 以学生来讲的话 可能还会是选择打工 因为这样子时间弹性 可能会比较多 对 但是毕业了 就是会想找比较稳定一点的方法 打两份以上的这个实心工 就会超过一份正值工作的这个月薪 而且可能在时间上的安排 比较弹性 变成了宁可去打零工 而不愿意去找这个正值 顶实心工时相对弹性 薪资按小时计算 比月薪来得高 这也让不少人选择当自由工作者 近年来的趋势更加明显 但人力银行专家分析 长期靠打工兼差 对职业发展恐怕有负面影响 都以担任这种兼差工作为主的话 其实对这个职业发展 并没有太大正面的帮助 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的这个职业 没有太大的一个目标方向 领时薪月薪各有利弊 而劳动部也特别提醒 如果是斜杠工作者 可由雇主或本人办理参加灾保 如果不幸遭遇职业伤害 保险事故 也可获直灾保险 给付权业 最终的报道 台中人真的很英勇 第五分局 黄信远景 蓝茶酒驾嫌犯 没有想到对方蓝茶不停 还企图开车冲撞 远景连开12枪围捕 而一旁修旅车 跟货车的驾驶 也纷纷建议勇为 冲上前帮忙 以车挡住去路 一共三位热心民众 其中还有一名是退休的警察 最后就在警民通力合作之下 顺利待人 远景当街蓝茶酒驾嫌犯 但嫌犯却拒绝盘茶 直接开车冲撞 远景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刻掏枪 连续朝嫌犯车辆开了12枪 现场枪声大作 场面宛如警匪电影 这时后方的休旅车 货车还有白色轿车 也纷纷坚毅勇为 上前用车身挡住嫌犯去路 包夹嫌犯 为远景争取时间 远景不断朝嫌犯 喷洒辣椒水 最后顺利将人制服逮捕 也全靠三位热心民众帮忙 因为我是警察队线人 所以说出于本了嘛 那那个车子 不就损害得很严重 那没有关系 因为他钢板够硬 他会隐碍到其他人 所以就想说 他能不能把他顶住 让他不要再继续跑下去 当下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稳 没有想那么多 三位驾驶不顾自己的安危 以及车辆受损的风险 上前帮忙 警民合作 成功拦住酒驾嫌犯 让人忍不住称赞 团结力量大 台中人真的不是好惹的 借降王东山台中报道 台北设置到一处草坪 在今天下午突然起火 火势延烧到一旁的工厂 虽然没有人人受困 但是工厂里头存放 大量的液燃物质 甲醛跟酒精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爆炸声不断 现场更是冒出了大量的黑烟 以及阵阵刺鼻的味道 包括了台北市的士林 北投以及新北市 五湖八里区都受到影响 现在正途步 整个工厂几乎陷入湖海 更可怕的是 大量黑浓烟不断往上窜 白天被黑夜 天空被黑烟溶罩 晚如世界末日 还伴随刺鼻臭味 让附近居民好难受 船碰力是很大声 在我上去 先想说发生什么事 然后房间窗路拉开一看 你就看到浓烟 都是黑烟 出门都戴口罩 对啊 很难受 六号下午一点多 台北市社子岛 一处炒坪 不明原因起火 火势延烧到一旁工厂 由于里头对方 大量易燃物品 甲醇跟酒精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工厂全被燃烧 爆炸声不断 跟冒出大量黑烟 跟刺鼻异味 还飘散到士林北投 以及新北五谷巴黎一带 好像不是第一次 附近也有很多工厂 这里进场 新长我有这样的火情 这里的消防局也有 也有常常叫我们去做培训 火大的惊人 消防历经四个多小时 才将火势扑灭 所幸没有人受困 由于当地工厂密集 居民也表示 常常会有火警发生 但还是头一回 看到浓烟这么大 至于详细其我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接下来 网警冯浩宇台北报道 海军紧将级巡逻舰 高江军舰在昨天下午出海 执行任务 却传出了在高雄 左营港外搁浅意外 原来是军舰返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触碰到了沙坝 一度受困 海军接或通报 也立刻出动了脱臼兵力 四个小时之内 军舰顺利的返港 尽管没有人受伤 但是船舰有没有受损 也将进行调查检测 立刻性高装载飞弹 紧将级军舰海上时程 是不少军事名喜欢的军舰之一 不过却传出执行任务返港时 发生意外 在最高点看过去 就是高雄左营外海 当时紧将级军舰出任务 没想到却触碰沙坝 一度搁浅受困 自事发生5号下午3点多 原来当时出任务的是 紧将级巡逻舰的高江舰 从左营港出海执行任务 没想到途中一次因为潮叉 又加上海底地形复杂 碰触沙坝受困 直到晚间7点多才脱困返港 时间长达4小时 还好军舰上人员都没有受伤 据了解这艘紧将级高张舰 满载排水量可达730顿 可以搭载人数高达51人 建造超过26年 通常装载雄风2型 三型飞弹布放水雷 投放深水炸弹 这回发生搁浅擦撞意外 还好虚惊一场 但要如何防范 专家这样说 海途的更新 那第二个就是数据 如此可以提高航行安全 毕竟紧将级军舰 在台海防卫上扮演重要角色 如何做好万全准备 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 建成人王修整告知不打